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造 歡迎收看做Flying Channel 我有飛啦 四日三夜河口湖 欣賞富士山之旅 來到古色古香的山泥園 這裡是吃傳統的燒烤 帶好勞工手套之後 就可以把傳燒放在爐旁邊燒 之後就可以蘸醬汁 醬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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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這個 在河口湖區很出名的面試湯 麵 用蔬菜咬成的湯 也挺好吃的 这几天都很好天了 很清楚看到富士山 这个这么漂亮的上山圣地就是大石公园 如果夏天来的话,还看到红色波波草,一定很漂亮 去吃个tempura 富士山天当就砌成富士山 中间还有鱼籽 都算多大份 会叫会做,面糞汤也可以入装 最惊喜就是这只鸡腿,很汁,很美味 第二天呢,随便来了一间很漂亮的cafe 喝杯咖啡,吃一件cafe,再开始行程 到了蓝车站了,我们就要买票上这个天上山公园 在酒店呢,有qpon拿,scan了qrcode,还有discount 上到来呢,原来很小的 叫做在高点的地方看看富士山咯 这里呢,很多人啊,所以呢,我也是prefer大石公园 除了辽望台之外呢,还有一个小小的神社 还有一些企令品牌 还有一些企令品牌 这两天就是去了这些地方 第三天呢,就全日留在温泉酒店里chill 下一集呢,就会介绍我住在哪两间的温泉酒店 我们下次见啦,拜拜 拜拜